差点我就成了长安街上的一张照片 自从从法王那里得到首创后 我整日都带着 心中的不安才稍稍缓和谐 那晚回到北京 家中也没人 清清冷冷的 我不愿回去 便去了兰会所 正好我的一些朋友在那聚会呢 我就跟他们一起吃饭 边吃边跟他们讲述自己在印度的见闻与经历 正聊到兴头上 我当时的女朋友忽然来了 她大约有些愿我回来后 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她 当着我朋友的面埋怨了几句 又拉着我 要我马上陪她出去玩 我不去 她跟我吵了起来 当时好几个哥们都在 我觉得特别没面子 只得把她带到外面 过了一会儿 我们开车离开 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又开始不停地埋怨 我平生最怕别人在我耳边唠叨 有话就说 说完就结束 这样干脆一点不好嘛 我一直忍耐着 她一直不停地说 此时 马路对面 也就是长安街的另一边在修路 现行了 因而没什么车 又是半夜 街上也没人 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 蔓延到远方 一眼看不到头 周围很安静 更显得我女朋友声音很大 那时候的气氛有些古怪 我很累了 可她却越说越激烈 我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前头正好有个转弯处 我一转 然后急刹车 往路边一停 随便扯开安全带 开门就要往下冲 走了 我气急败坏地抛下一句 她拉住我 手刚好揪住我的手串 我想甩开她的手 结果哗啦一下 手串断了 珠子噼里啪啦落了一地 滚得到处都是 那一瞬间 我有点迷信 觉得手串坏了是不祥之兆 脸刷的一下就沉下来了 我俩沉默地对视着 她也知道自己弄坏了手串 闯祸了 松开了手 我掉头离开 但不知要走到哪儿去 回兰会所吧 但兰会所在哪个方向我都忘了 当时我又气又急 又有些慌张 都转向了 怕她回过神后 开车追过来 我开始跑 但跑到哪儿去呢 我不知道 好好的 我怎么突然在这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 跑起来了呢 我觉得那时的情况特别奇怪 慌乱中 我一跃翻过了路中央的护栏 落地 还回头看看她在哪儿 其实当时 我不知不觉已经跑了好远 早就看不见她车子的影了 突然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荡 一种碎石压顶的感觉突然袭来 我的一只脚瞬间失去了知觉 一片巨大的阴影从我面前掠过 有个庞然大雾正轰隆隆作响 刚才我竟然一点也没听见这声音 我本能地往后一退 离我很近很近的地方 一台亚路机开过去 一瞬间就碾过了我的右脚 当时如果我没有往后退那一下 我整个人都会被亚路机的履带卷进去 第二天谁也找不着我了 我估计都成了长安街上的一张照片了 幸好被履带捡进去的是我的一只鞋 那一瞬间我气急败坏 竟然忘记了疼 怒火冲天地对着亚路机驾驶位喊 你怎么不看着点啊 有人啊 亚路机停下了 司机一脸茫然地探出头来 看见我 看见亚路机旁竟然有个人 他都懵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估计他也纳闷呢 这个时间哪来的人呢 我的右脚根本没法占地了 钻心刺骨的疼痛在我身上走了一圈 我强忍着疼 一蹦一跳地往前跳了几步 从亚路机的履带底下 把我的鞋抽出来 又拿着鞋 不知怎么把自己挪到路边 一条腿先缓缓蹲下 一手撑着地 然后是另一只手 这才一屁股坐下 全程那个亚路机司机张大了嘴 看着我 像是受了什么惊吓 他哪知道为什么突然蹦出一个人 一时间更搞不清责任应该谁来承担 这事是我的责任 只是我气急了 疼急了 当时才埋怨了那个司机两句 我想尽快离开这里 可是周围净是亚路机 工程车 大吊车 这条路疯了 不可能有车过来 加上长安街上出租车根本不能停 我要想打车 必须走到挺远处的一个拐角 一想到这个 我就感到绝望 就那样 一分一秒 时间以极度缓慢的速度流逝 我打开手机电话簿 忽然不知道这种时候能打电话给谁 平时应酬 交际认识了那么多人 见了那么多名人 正要 到了这种时候 却没一个能打电话的 我是有一些朋友 之前和大使的儿子产生冲突 还有许多朋友帮过我 但现在是夜里 而且那时候 我觉得理在我自己 说话理直气壮 这次弄到这种地步 我知道都是自己闹的 我怕麻烦别人 电话簿里 没有人是我不怕麻烦的 原来我这么孤独 不知怎么的 竟把自己弄到了如此无助的境地 我干脆谁也不找了 就这么坐在路边 马路牙子上 什么也不想了 扬眼发直地 看着前方一米的地面 不行 我没法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想 就只剩下右脚剧烈的 灼烧般的疼痛了 我看看自己的手腕 还有法王给我的手串 勒过的痕迹 那手串的珠子已经四散各处 不知哪去了 据说这样的手串能够起伏 能挡灾 但福来了 灾毙过了 手串就会自己断开 若真是这样 这串手串就救了我的命 可能这是迷信 但这件事真的很巧 我想起法王说 有人气场有点怪的话 听了那句话后 我一直坠坠不安 可是现在竟然把心放下了 我觉得法王说的人多半是我 只不过现在已经没办法求证了 我还是感谢法王 感谢他送给我的手串 也许真的是他保佑了我 他之前提醒了我一次 现在又提醒了我一次 第一次让我看到自己的原点 拨开浮华的迷雾 拨却虚荣 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第二次让我看到自己的脆弱 自己的处境 把我从天上拉回人间 提醒我要好好珍惜 每一分每一秒 脚踏实地 慢慢走 天快亮了 路灯灭了 我在路边一个人坐了两个小时 终于觉得自己能起来了 我突然想起那天是我的生日 不禁感慨 这过的是什么生日啊 又一想 可能这就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提醒我好好珍惜生命 我用手撑着地 起身后努力掌握好平衡 然后一点一点往能打车的街边挪 终于我打上一辆车 车没往我家去 往我妈那里去了 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进门的时候 她正在吃早饭呢 妈 推开门我叫了一声 她看见我 灰头土脸的 脚还走不了 大吃一惊 她赶忙上来扶住我 我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大了还让妈扶 可是同时 有种委屈一下子压抑不住了 我一下哭出来了 我没告诉我妈脚是被压动鸡压了 只告诉她摔了一下 但是打不到车 坐到路边大半夜 小时候我经常在外面 悠悠荡荡 没有目的地闲晃 好几次摔了碰了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慢慢爬起来 回到家后不告诉家人 但是有一段时间 我妈在武剑工作时 我放学后就爱往她单位跑 那段时间我们相处很多 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一段很温馨美好的时光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妈妈抱着我 我又变成一个孩子 这天是我的生日 也是我妈的难日 是她给了我生命 很不容易 我不应该随便地糟蹋挥霍 我得好好珍惜 我得好好活着